B站的同学们大家好 我是历史学家王迪 这一课讨论第二个关键词 公共空间 在城市中 街是人们共用的公共空间 经常与零和色的概念联系在一起 这三个词其实非常接近 有的时候相互重叠或者紧密联系 它们都具有物质空间 抽象的观念的内涵 它们都涉及到人们所居住的特定的范围 了解这三个词的概念 对我们了解为观的城市 是十分有用的切入点 在中文的词典中间 街的定义是两边有房屋的道路 与街道完全相同 由街构成了许多其他的词汇 诸如街坊 街市 街头 街头巷尾等等 在历史的语景中间 其含义远远超出了位置和空间 而经常体现居住在这一区域的人之间的关系 以及人与空间之间的关系 如果说街是一般是一种物质性的空间 那么灵和社虽然也具有空间的含义 然而更多的表现的是一种社会关系 灵通常定义是居住在附近的人家 并发展有邻里和邻居的等等智慧 社有两个基本的含义 在古代 社是既是土地生的地方 在今天 社是组织化的机构 前者的含义发展成了社会和社区 更准确地说 中文的社区表示 一个包括许多街道和邻里的区域 以及居住在其中的人们 正如微博词典里边所定义的 即那些享有同样权利以及利益 居住在同一地区 受同一法律和规章管束的人们 总而言之 从街道、邻里到社区 是一个空间含义逐渐减少 而文化含义逐渐增强的一个过程 成都以及中国城市的居住模式 过去便与西方有着明显的差别 根据法国年间学派大师 波罗戴尔在他的著名的 1400至1800年的资本主义和物质生活中间的描述 在早期近代欧洲 像热亚纳、巴黎、爱丁堡等城市 都是朝着垂直方向的扩展 就是说在这些城市里 房屋总是尽量地往天空延伸 多达五层、六层、八层甚至到十层 而在过去的中国城市里 房屋都平行发展 一般一层或者两层 人们的住家与街面 经常只有一个门槛之隔 因此街头的商业活动就很容易 与市民的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 波罗戴尔力图去回答 什么是欧洲的不同之处 和独特的特点的问题的时候 他认为是因为欧洲城市 标志着无与伦比的自由 和发展到一个自治的世界 过去中外历史学家都不便认为 中国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 所以传统的中国城市 就是被国家权力紧密地控制 人们没有任何的自由 然而如果我们进入到 中国的城市的内部 深入到城市的街头和邻里 我们就会看到实际上 市民享受着相当程度上的自由 并非过去所理解的完全被控制 现在市政设施在中国城市出现以前 街头成为邻里或者社区最基本的单位 街的概念 例如街坊 街邻 街中等 在人们之间培育了邻里纽带 强化了人们的城市 共同体的意思 传统中国城市缺乏正式的市政管理机构 因此就产生了地方自治 使社会各个阶层的成员 都能够相对平等地使用公共空间 普通民众在街头自由从事各种休闲和商业的活动 与他人分享 诸如街头巷围 广场 庙宇 桥头 茶馆 等等这样的公共空间 街头主要是由邻里组织和保家系统来控制的 街手和保证 家政等头面人物 从居民中间选取 尽管有时候 他们代表政府履行一些诸如治安等等官方的职责 但是他们不是城市管理机构中间的正式官员 清朝的地方政府很少直接参与城市的控制 这种管理模式对城市的日常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那些由街区邻里组织活动 清楚地反映了社区认同和自我控制的程度 正是因为没有精英 没有关的头协和权威 他们在管理公共空间方面 他们的作用相当有限 其结果便是街头生活实际上并未受到太多的局限 这些和我们过去对中国城市的理解的 尝试性的理解相去深远 那么是什么因素 导致了有清一代中国城市缺乏市政管理呢 那当然根源很多 但是最基本的原因是当时的政治结构 衙门的正式官员有限 无法满足控制辖区的庞大的分散的人口 例如晚清八县就是今天的重庆 只有两百多个衙役 但总人口将近一百万 但即使在这些问题上 地方政治务业深改力不从心 基本上无法把他们的主角 深入到社会的基层 而不得不依靠地方精英 来组织社会生活和进行社区控制 其实直到二十世纪初 由于警察的建立国家权力 都还没有能够住去到城市的最底层 市民享有相对较高的自治权 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 在一定的程度上 自由地使用城市的公共空间 邻里是最基本的单位 在过去中国城市 人们的社会生活局限在 一个相对狭小的范围之内 比如说家庭、邻里或者街道 以这些为单位参与 城市社会的各种活动 强化了城市居民之间的社会联系 一些城市的主要的街道 都有闸门分别控制了弱观的街区 还组织竞神活动 居民参与其中 这些庆祝活动 其实存在于中国的各个地方 只是他们各个地方的组织 各有特点罢了 作为市场省城的程度 实际上也是一个高度自治的社会 市民在地方经营的营讨之下 在非官方的组织之下 进行社会生活、社会交往 街头不仅仅是交通、商业和娱乐的需要 而且邻里之间建立了密切的关系 经营卷入到社区生活的各个方面 从节日庆典、公共卫生 到慈善、道路维修 在一定程度上 街道连接着社会生活 成都街道的结构 俗称了这样一种邻居力 居住在同一条街的人 有一种特殊的情节 或许我们可以称之为街坊情节 人们相互视为街坊邻居 经常互相帮助 他们的关系是如此的密切 以至于人们常说远倾不如近邻 那么谁是公共空间的主角呢? 在传统的中国城市 普通人是公共空间的主要的使用者和占据者 成都居民把街头作为他们日常生活的空间 他们的房子与街头接近 因此他们的日常生活经常就发生在街头 沿街的房屋被称为铺面 许多底层作为店铺 二层作为住家 但铺面里也有大量的一般的住户 他们不用走远 便可以到了街头市场购物 甚至许多日用品跨出门槛 就可以在街园上的货摊上买到 一位居住在成都多年的英国人 徐维里叫威尼斯威尔 他写到 每到了晚上 他所住的小巷两旁 打样关门的商铺的前面 都有许多小摊子 点着一盏昏暗的油灯 摆着橙子啊花生啊 马在一堆一堆的香烟 也可以成商成对的卖 铺面 则在每一街道的两边 或者成为民居 或者出租给店铺 在东城商业区呢 这种房屋都用着店铺 住在街面的小孩啊 基本上就在街面上长大 那里就是他们的游乐场 所以成都方言里呢 在社会底层长大的小孩 就比较着该玩 就是该瓦 住在街道两旁的人们呢 在他们的门口和街边 从事各种活动 如果他们有事找邻居啊 只需要跨出门槛便可以了 不管日常事物还是紧急的情况 他们都可以很快地找到邻居 帮助 邻居之间一般的日常用品呢 也可以借进借出 如果老位民居感到了无聊 他只需要跨出门槛 就可以与邻居进行闲聊 在街边的住户呢 基本上不存在隐私 为了方便进出 也是为了让阳光和新鲜空气 进入到光鲜不足的房屋的内部 面朝街道的门总是大开的 好奇的路人呢 也可以撇一眼 无理的风光 这种状态基本上维持到 改革开放之前 城市大拆大建之前 我有一个朋友告诉我 他小的时候住在单位里的大院里边 但是他上学的时候 不过十几分钟的路程 他几乎要走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 特别是在放学的路上 沿街一家一户都觉得好奇 都会停在门口 看别人家里的生活 经验下来 对沿街的每家每户的情况 家里有多少人 起居有什么规律 喜欢做什么饭 经济状况好不好 夫妻是不是和谐等等 都鸟如指掌 普通的市民是成都街头的 主要的占据者 由于缺乏官方的控制 街头为日常生活 社会交往以及谋慎 提供了许多的机会 普通民众能够通过 各种各样的方式谋慎 生活条件差 休闲设备缺乏的人们 在街头巷围 或者简陋的茶铺 等公共场所 可以找到相对年价的娱乐 19世纪西方的工业城市中间 按照著名社会学家 桑内特 他写了一本名著 叫《公共人的衰落》 他在这本书中间说 由于工作场所 以居住地的间隔 在那里 住在城里 不同社区的人们 过着不同的生活 但是在成都 以及其他中国城市中间 下层居民的生活和做工 经常是在同一个区域里 他们的日常生活中间的接触 非常密切 逐渐形成了相互依赖的人际关系 在邻里或者街道上 人们彼此认识 遇到不认识的陌生人 他们会仔细地观察和打量 这些地方信息 也易于传播 在过去的街坊 哪家哪户有任何事情发生 无论好坏喜忧 瞬间就可以传遍整个街区 人们之间几乎不存在什么隐私 正是因为这样的密切关系 给居民们提供了一种安全感 居民们对小贩和工匠上门找生意 也并不感到烦恼 他们只需要走几步就能到街头的摊点 茶馆小店和理发店 这些地方不仅提供了日常用品 满足了居民的日常的需要 而且也是社会交往的中心 人们在那里分红信息 晚清成都的成都有600多个茶馆 600多个理发铺 加上街头巷尾 便是人们社交和传播小道消息的好的去处 关于茶馆 我下一刻会进行详细的讨论 紧密的淋漓扭带 在这种生活的模式下 人们相互信任 相互帮助 一个院子里 共用一个水井 就是人们边洗东西边聊天的社交场所 如果家长有事情 也可以放心把小孩交给邻居看看 上班的人经常把钥匙交给邻居 便与家人回来进门 他们和附近的劳工小贩也很熟悉 小贩在门口卖东西吆喝 他们也不感到厌烦 成都市民的日常生活 非常依靠挑水服 由于井水含潜量比较高 不适合饮用 居民的饮用水 都必须从城外的河里面挑进来 所以许多穷人用扁担挑着两个木桶 运水为生 茶铺饭馆以及家庭都需要这样的服务 在期末的程度 有上千的这样的劳动者 每天从河里挑水 外加400多人从2500多口水井里面取水 把饮用水和用水运到了每家每户 几乎每一条街都是他们挑水所撒下的水迹和汗迹 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古铜色的流着汗水的后背 有节奏地散进了每家为户 这些水服将这个行业的一些优良传统也保留了下来 成都的老人今天还回忆起挑水服 充满感情和美好的记忆 著名作家何满子 抗战时期住在成都 他回忆 挑水服多不穿鞋 并不是他们为省下鞋的钱 而是他们的职业道德事 因为持着脚 他们能够走到河的中心去取最清量的水 对大多数挑水服来说 挑水不仅是谋生 而且是一条与邻里和社区联系的途径 比如帮助老人或有病灾的人家做杂物 一位老成都他写道 他认识一个挑水服负责华兴街一带几十个家庭 总计大约一百多人的用水 每挑来一桶水 他就在主人的大水缸上画上一笔 五笔就是中文的政治 一个政治代表五桶水 到了月底 每家的水费按照政治的数量收缴 挑水服和用户彼此信任 从来没有在致富的问题上出现个混乱 这种信任在成都很普遍 在这里 居民之间认识 并且几乎每一天都要发生联系 那么传统的邻里的紧密的这种关系 在一个社区中 人们生活在一个无论是城市空间 还是社会空间都彼此熟悉的和平的圈子里 人们的认同感和信任感非常强烈 随着城市的现代化 提高了人们的物质生活质量 城市空间的结构的重组 传统社区结构被彻底的打破和消失 无处不在的钢筋水泥 阻隔了人们之间的直接交往 这也是人们为现代化所付出的代价之一吧 在现在的中国城市 虽然街是必不可少的 但是街坊邻居正在以难以置信的速度消失 很可能在我们的有生之年 这个词将成为历史 随着城市的现代化 越来越多的居民住进了高楼 邻里之间很少交往和互动 甚至就住在隔壁 对门的人家也没有任何交集 也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所以毫无疑问了 居住模式的改变 使中国传统城市中 城市社会中的那种紧密的邻里关系 正在一天一天的消失 这节课的内容就讲到这里 下一节课 我会带领大家了解日常生活的问题 谢谢